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浩毅 近日 台当局防务部门宣布 汉光演习的第一阶段将于本月19号开始 台军还将在今年的演习当中 首次纳入所谓应对大陆滚装船的响定 详细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近日 台防务部门宣布 汉光40号演习的第一阶段 计算机辅助指挥所演习将在本月19号至26号进行 使兵演练阶段在7月22号至26号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 台军将首次在今年的汉光演习中 纳入所谓应对大陆滚装船的响定 此前 台防务部门炒作大陆滚装船 是所谓长久的威胁 声称大陆会通过伪装成民用班次的滚装货轮 正常靠港后卸出部队突袭台湾港口 此前 台防务部门曾对外证实 计划在未来整合台军现有的案件导弹单位 成立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 不过 台军相关人士表示 今年的汉光演习仍将以台军战力现况进行 而滨海作战指挥部的建立编程 仍在评估当中 不会列入今年的汉光演习验证 另据岛内媒体报道 台军预计今年年底 开始结装首批38辆M1A2T坦克 据称 为适应台湾地区城镇作战的环境 此次采购的新型坦克均加构升级套件 包括炮塔顶部车掌的透明防护罩 机枪遥控站等 据美国陆战队时报近日报道 美军在亚太地区的盟友正在效仿 美海军陆战队组建滨海作战团 并执行相关的作战概念 以准备在所谓第一岛链竞争 报道称 美军三个滨海作战团将会成为 种子教导队帮助盟友训练 据称 日本自卫队已经组建两期快速部署旅 菲律宾在今年1月也宣布 综合群岛防御构想 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欢迎二位 首先请邀杜先生 从台当局今年公布的汉光演习的计划当中 您认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 和往年相比 两个部分没有大的变化 4月份假演 7月份真演 把指护所演习和士兵演练相互组合 依然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套路 但今年和往年相比 在指护所演习部分 有这样几个点值的关注 首先它的平战转换机制 跟以往相比更加贴近实战 比如说它搞了灰色地带的洗澡行动 还有演习转进攻行动 如果把这几个点进行归纳 说明台军和美军的军事勾连比较紧密 如果设想更多的解放军攻台的时机 并进行各种作战方的应对 以及快速完成平战转换 这点来看和以往相比 好像在美军指导下有点小进步 第二是它这个区域中心化指管 如果把这句话翻译过来 大概就是整个指挥中心 它没有一个中心化的构下 很显然这与美国的星链体系 介入面就相关 因为在俄乌冲突中 整个乌克兰的指挥通信系统 基本上是依靠美国星链 去进行构架 这样它的指挥体系较灵活 而且每一个点被摧毁 或者是中断之后 依然可以通过其他点 进行迂回的通讯联络和信息联通 也说明这场指挥系统 与美国的军事勾连关系很紧密 在战时生存能力会有所提高 另外我们看到台军炒作 所谓大陆滚装船威胁 假想解放军使用滚装船 来搭载部队进行突袭 而且还将此加入到了 今年的汉光演习当中 这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其实我们多次关注 台军的汉光演习 往往是漏洞频出 事故频发 百姓的吐槽不断 所以这一次演习的时候 台军特意强调加入了新内容 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滚装船威胁 那说到加入的所谓的新的戏码 第一个凸显的是突袭 这一次台军汉光演习 模拟的是所谓的滚装船 搭载的不是普通的车辆 而是解放军的装甲车 那么运到台岛之后 突然打开舱门 进行一次突袭 有点特洛伊木马的意味 这样的一种场景 描述出的是 目前台岛可能面临紧迫的威胁 随时可能遭遇到解放军方面的突袭 那么第二个关键词是长久 台军说这个威胁是长期存在的 随时解放军都可以采取相关的行动 那么某种程度 一方面是应和美国进行时期 又在不断炒作的 台海可能发生冲突 以及提出时间表的这种言论 而另外一方面 也是试图影响岛内民众 他们的心理 那最后一个关键词 当然是美国 这一次的汉光演习 他的演习的时间节点 那台军也在强调 处在一个所谓微妙的时间节点 那就是在520赖清德讲话之前 那么现在的台岛 在不断地试探美国方面的反应 所以在汉光演习当中 所谓加入一些新的内容 强调解放军攻台 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模式 试图观察美国方面 会有怎样的反应 所以从这个滚装船话题的炒作当中 恰恰可以看出的是 目前对于岛内来说 所谓的提升战力 并没有实质性的动作 只能通过不断地设置新的戏码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杜先生 另外我们看到台军将要在今年年底 揭装38辆M1A2T坦克 值得关注的一个点 就是他们为了应对所谓的台湾地区的特殊环境 还加构了防护罩等套件 您认为加装了这样的套件的装备 又能发挥多大效能 加再多东西买再多坦克 也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因为首先美国这次向台湾岛出售的M1A2T坦克 它出现的这个状态不太一样 按照美军这个坦克的重量 现在比它这个要重10吨 如果有10吨的这种负载减轻 说明它的主装甲不是平用装甲 有可能是一种降低版本的这种符合装甲 另外呢 它的这个列尖系统 就是电子系统 火控系统又降低 它不是美国版本 也说明呢 美国偷工减了之后 这款武器装备基本上是被阉割版 所以从它的防护能力 包括这个电子战能力 火力反应速度很明显降低 第二 两个套件的加装呢 对整个防护能力和打击能力 没有质的影响 你像这个俄军在扎布罗地区 曾经对美国的M1A1A2坦克 进行了攻击 而两次都取得了重大战果 尽管加装了什么防护的隔山装甲 但是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而且从解放军无人机看的 无论是这个性能 航程 打击能力 现在都在明显提高 这个状态下 如果对这种M1A2T坦克进行顶攻 它没有任何防护效果 所以虽然美国为了多少钱 把这个两个套件加装了 然后呢 它的综合作战能力 并没有质的提高与发展 如果真的在摊头 进行各种所谓的反击作战 我想摊头10公里 一定会成为M1A2T坦克的坟墓 那除了这个美国加码 对台军售之外 我们看到这个 美军还企图将这个滨海作战模式 在亚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复制 甚至台当局要成立所谓的 滨海作战指挥部 我们应该作何警惕呢 所谓滨海战斗团呢 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转型的 一个重要的架构 而且里面加装了很多 之前没有过的武器装备 像它这个火力连 阿尔法连 已经把这个战斧导弹纳入其中 最后呢 通过这个远程打击 高效控制 会形成所谓作战先锋 因为日本搞了一个 与美军差不多的一个架构 也是通过登陆 突击 远程输送 形成很强的海上游击作战能力 如果台湾岛和日本相互勾连 和美国相互勾连 也搞一个滨海指挥部 也说明呢 今后所谓的海军陆战队的联合关系 将会成为美台军事勾连的 另一个作战空间 像之前三军武器装备 包括各种联合演练行动 非常频繁 那么现在呢 如果把海军陆战队的作战方案 包括作战的一些基本的理念 武器装备构想 向台湾岛进行传递 这让台湾岛的海军战队 大概也会参照美军模式 当地时间10号 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白宫会晤后 宣布大规模升级美日同盟 我们来看短片 当地时间4月10号 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白宫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称 美日同盟迎来最重大的升级 并提及南海 台海等议题 拜登还表示 美日伙伴关系 已经转变为真正的全球伙伴关系 双方重点深化防务领域 一是更新美日安保条约 重组驻日美军司令部 加强两国间的作战规划与演习事宜 以应对所谓台海可能发生的危机 二是推动日本与地区其他盟友合作 并融入美国主导的安全框架 促成所谓美日加军事互动 具体措施 包括首次举行美日飞三边首脑会晤 讨论日本加入美英澳奥库斯的可能性等 此外 双方还将在扩展武器联合研发领域 以及加强武器装备培训力度方面升级合作 4月11号 美国日本菲律宾领导人首次举行三边峰会 美媒报道称 会谈的中心议题是所谓 针对中国集体展示三方海上力量 另据日媒报道 日本加贺号日前完成第一阶段航母化改装 据悉 日本防卫省计划对加贺号进行两次大规模改装 使其能够起降F-35B隐形战斗机 实现事实上的航母化 第一阶段已经结束 F-35B起降试验也已展开 第二阶段改装将在今年启动 涉及内部区化变更 预计两年后完工 此外 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在冲绳县圣连基地 增设第七岸舰导弹连队 对此前部署在西南地区 严美大岛 宫古岛 石原岛等地的 岸舰导弹中队实施统一指挥 据称 第七岸舰导弹连队统一指挥的数个中队 均配备搜索识别雷达 射击管理系统 导弹运输车和发射车 每个中队构成一套小型作战系统 具备一定的独立作战和灵活部署能力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前交宋女士 我们看美日发表的这个联合声明 将双边关系从盟友升级为全球伙伴 这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大家会注意到 在几周之前 日本媒体就在炒作 岸田文雄即将访美 那么访美期间 双方将提升同盟关系 是自签署日美安保条约以来 最大规模的提升 如何来看日美突出的信息 首先我觉得大家会看到 各区所需非常明显 从日本的角度来说 日本现在对于岸田政府来说 国内的支持率非常低迷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 要通过这一次的防美行程 强调日本在面临所谓的 安全威胁的这种环境之下 通过日美同邦关系 再提升日本自身的安全感 那么另外很显然 现在日本政府仍然希望突破 专守防卫原则 所以如果在下一阶段 不管是自卫队力量的提升 还是日本的防卫装备的转移 各个层面 美国都能够开绿灯的话 那么必然对于岸田政府 是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 极好的契机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美方的态度强调全球伙伴 也有自己的需求 今年也是美国的大选年 这个时候寻找一些新的议题 来吸引民众的注意 尤其是日美同邦关系 美国在全球的这种霸权的延续 都是在外交和军事方面发力点 其实岸田访美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行程 4月8日 奥库斯发表了联合声明 其中提到要邀请日本 加入到所谓第二支柱的合作当中 涉及到日本 那么另外呢 美日飞三边 首脑挥舞 仍然是美日为核心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看出的是 美国认为 未来在印太战略的搭建的过程当中 所谓的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当中 日本都应该扮演更多的角色 所以在双方互动的过程当中 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各自的需求 孙女士 您刚才也说到了 美日飞最近刚刚举行了 首次的三边峰会 再结合刚刚更新的美日安保条约 以及美日要推动所谓的 美日加的军事关系 那么美日它究竟在序谋什么 说到美日飞三边会议 其实我们会注意到 从3月中旬开始 美方突然开始释放出一些信息 那日本也随之跟进 倒是菲律宾方面好像相对的低调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场景之下 大家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相关的动向蓄谋已久 而美日是主导 为什么要炒作美日飞 首先南海是一个主题 我们会看到近日时期 南海不太平 菲律宾不管是在仁爱礁 还是在黄岩岛 不断的进行挑衅行动 而这些行动背后 美国的不断的怂恿 以及日本的支持 显然是一个对菲律宾投机 心理刺激的因素 所以这一次三边的会晤 从南海议题入手 强调对于地区安全形势 这种关注 那么美日也有更多的契机 来介入南海问题 当然是三边互动的 一个所谓的动向 而同时我们会看到的是 美国在进行 整体地区战略布局的时候 不仅仅是南海 还有台海 近日时期 美日之间的互动 涉及到台海的方向非常明显 菲律宾方面反而有更多的顾虑 所以以南海为一个契机 又拉飞方加入 那么进而把三边的合作 进行绑定 那移向台海地区 让美方有更多的 这种战略上的布局 同样是这一次三边会晤 美方希望达到的战略目标 当然美方的这种投入 集海的联动 也必然打破地区力量的平衡 产生更多的风险 甚至是大家所关注的闪报点 另外我们也看到 日本近期的海上动作也是不断 先是日本的加赫号 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航母化改造 那加上之前的出云号 也完成了相应的改造 那再结合近期的美日同盟 进行了大规模的升级 那日本是否有更大的野心和计划呢 美国日本这次合作关系的 加深和范围的扩展 实际上呢 为日本突破和平宪法 在亚太地区承担更多美国的责任 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你最近美国向日本的武器装备销售 特别是攻击武器装备的销售 几乎没有门槛 你像F-35战斗机 给了这个日本航空自卫队 按照美国F-35 加挂B-61-12核弹的说明 特定状态下 日本的F-35A可以进行核打击 另外呢 海上给了F-35B 今后如果与航空母舰相互组合 今后的远海的攻击能力 将会同步提升 关键是陆上还给了所谓的 这个120反舰导弹的美国技术 如果下一步有1000枚射程1000公里的武器装备 在周边展开 那么日本打击其他国家 重奥母舰的能力将会同步提升 另外战斧导弹 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远程打击能力 也会起到一个加码效果 而且现在看呢 日本的野心 还不仅是从美国买装备 还要进行自我研发 如果今后日本把自己和这个英国意大利 联合研制的六代机在进行列装 最后脱离美国技术 日本独立的远程攻击能力 将会快速成立 所以下一步感觉到 最后日本如果与美国在天军 网军很多方面展开合作 日本的高尊作战能力 特别是在这个亚太地区 对周边军事事态影响的能力 都会同步提升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日本的西南岛屿 我们看到这个日本刚刚增设了这个 第七岸舰导弹连队 并且它整合了这个西南诸岛的 这个岸舰导弹力量 他们想要达到怎样的目的呢 之前呢 日本在西南方向反舰导弹是独立部署 一个中队 然后对某一个方向 现在如果把宫古石原岛 所有的这些导弹部队 全部纳入第七连队 这样呢 它可以统一指挥 而且这个所谓的反舰作战能力 它是个动态部署 既可以在不同岛屿上 一坨固定阵地 机动打地 同时呢 还可以在特殊条件下 到那些没有部署 反舰导弹的岛上部署 所以它整个的这种作战模式 包括打击方式 不是一个点 而是一个大的扇面 而且扇面是可移动 今后如果在钓鱼岛 包括台岛 一旦有其他事端 它认为呢 这些武器装备 通过集中统一控制 通过现代的这个战术投送 可以在任何地区展开 形成很强的综合作战能力 如果和海上的宙斯顿舰相互组合 这样反舰能力就会形成 倒海一体 这个立体打击效果 包括联合作战效果 将会明显提升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欧洲 北约计划在芬兰境内 靠近俄罗斯边境处 设立北欧陆军司令部 我们来看短片 挪威国防大臣近日透露 北约计划将北欧陆军司令部 部署在芬兰城市米凯利 距离俄罗斯边境140公里 报道称 这将是一个全天候24小时运作的 高度战备司令部 将由位于美国诺夫克的 北约联合部队司令部管辖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此前已签署法令 自4月8号起 暂停执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土耳其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 土耳其并没有完全退出该条约 但在俄罗斯退出条约后 土耳其别无选择 只能暂停执行这一条约 今年3月28号 波兰也宣布暂停执行 被西方视作欧洲安全的 基石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邻居俄新社报道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伯雷利日前表示 欧洲必须为潜在的战争做好准备 因为在乌克兰以外的欧洲大陆 爆发全面冲突不再是幻想 同时警告成员国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 他还说 美国不再准备在任何情况下 保卫所有北约盟国 这迫使欧盟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欧洲安全体系因缺乏对话而退化 这不是俄罗斯过错 他强调 问题的解决需要共同对话 在安全和战略稳定领域 建立新的制度和新的共同世界观 佩斯科夫还补充说 由于该地区地缘政治条件的变化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已经失去了意义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请教宋女士 我们看到继俄罗斯退出之后 波兰和土耳其也相继暂停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您如何看待这两个国家 做出的决定 另外反映了当前欧洲安全 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看到一个总体的背景 此前美国和俄罗斯之间 还是有三大军控条约 反导条约 中导条约 和新缺陷战略武器条约 但是现在反导条约早已废除 中导条约现在也不复存在 涉及到双方之间的 新缺陷战略武器条约 也是岌岌可危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欧洲安全还有哪些基石 长期以来发挥作用 哪怕不完全作用的一些重要的因素 还能不能够得到维系 这是大家的一个关注点 那么说到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一度为什么会被认为 是欧洲安全的基石 是因为这个条约 它其实规定的是 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 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范围之内 双方不管是兵力部署 还是武器装备的部署 都要进行调整 释放出的信息 就是双方都没有能力 来发动一场突袭 但是在签署之后 北约一直没有批约 而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 从苏联时期就认为自己吃了亏 而此后俄罗斯方面 在2007年也暂停履约 这一份条约 往往是风雨飘摇的状态 但是现在我们会看到 针对这份条约 各方都展现出一种 更为消极的态度 认为这个基石 并不能够发挥作用 进而采取暂停退约等各种方式 所以现在涉及到 又有新的国家 又有暂停履约的动向 那么意味着这个基石 未来存在的可能性 会进一步的消失 从最根本来说 防止双方大打出手 防止突袭的一个基础 已经动摇之后 那么未来可能出现失控的风险 必然进一步的上升 对象的前两天 我们在节目当中 讨论过8号 德国在二战后 首次在海外驻军 并且首批的陆军士兵 已经抵达了立陶宛 紧接着我们看 北约又计划 要将北欧陆军司令部 设在芬兰和俄罗斯的边境 有何目的呢 如果从地理位置上看 北部地区目前是 北约作战的空白 同时也是俄罗斯攻击能力 相对薄弱的一个点 谁首先在北部方向 形成新的指挥机构 形成新的作战部署 对于今后强化前沿作战能力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样 如果真的在芬兰 形成陆军指挥机构 那么今后极寒条件下 在1340公里正面 对俄罗斯地面威慎能力 将会明显提高 因为这个点呢 它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 北方军区被摩尔曼斯科特进 如果今后依托陆上作战能力 形成这个攻击的矛头 依托在芬兰的F35战斗机 加挂核弹 它能够形成很强的 空地联合打击能力 如果德国也趁机 向波罗蒂海三国 进行这个海外基地的部署 特别是整舰制士兵的潜移 那说明呢 目前北约的框架正在发生调整 他认为在北部方向 芬兰瑞典两线部署 这样有弹性 足以抵抗俄罗斯 有可能地面攻击 但是在波罗蒂海三个国家 有可能这个能力相对较弱 所以二线国家 采取一帮一辅助的方式 在前线设立永久海外基地 和作战部队 所以北约的基本意图是 在波罗蒂海 特别是北部方向 形成新的防线 形成新的攻击部署 那另外从刚才短片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波罗蒂尼 也是再次发出了这个欧洲大陆 可能爆发全面军事冲突的 一种警告 而这个佩斯科夫则说 欧洲安全的降级不在俄方 您如何看待双方的 这种不同的表态 说到双方的表态 尤其是伯雷利的表态 其实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他强调的重点 一方面当然是近一时期 欧洲安全局势 出现了新的变化 那么安全风险 会进一步的外延 但是我觉得 这并不是伯雷利所说的重点 他并不认为 现在俄罗斯 必然与欧洲大打出手 而是他强调 现在在西方内部 最不可靠的伙伴 其实是美国 我们此前也多次关注到 欧洲国家抱怨美国 在对乌军员方面 厚勁不足 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认为欧洲不可能 代替美国承担责任 所以现在强调 未来战事可能蔓延 欧洲可能会陷入战火当中 反映出的一方面 是欧洲的担心 而另外一方面 也是对美国的倒逼和催促 那么现在 从俄罗斯的反应来说 一方面当然也在强调 安全问题 强调欧洲安全的不稳定性 和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新的变化 那么俄罗斯再次提醒欧洲的是 如果把安全绑在美国身上 对俄罗斯不断的禁逼 那么可能会出现的 只能是危险的前景 其实涉及到 刚才我们所说的 欧洲常规武装一样条约 这一份条约 我们说长期以来 没有完全执行 风雨飘摇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 北约扩张 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双方既然达成了 在安全方面的微妙的平衡 如果一方不断地打破平衡 另外一方必然要做出反应 所以现在对于 乌克兰危机之下的欧洲安全 这是一个同样的状态 俄罗斯更多提醒欧洲的是 要想寻找出路 重建欧洲安全格局 那么必须要考虑到 俄罗斯方面的诉求 一味地禁逼 打破平衡 迫使俄罗斯屈服 是不可能找到问题的出路的 事实证明 北约挑动的阵营对抗 不符合欧洲利益 北约已经沦为 美国维护霸权的工具 其不断推动欧洲 亚太乃至世界 朝着集团对抗方向 发展的危险动向 值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